好想哭 学生台员第一秒 学生直呼真的好想哭 因为雄本强震 让这些来自台湾的学生 一度受困阿苏地区 这七名德林技术学院的学生 在阿苏车站附近的温泉旅馆 实习长达三个月 强震过后 阿苏地区瞬间成为孤岛 网路电话一度通通断线 让学生家长跟老师心急如焚 流路断了然后没有水没有电 对外的通讯是断的状态 那当天的下午的时候 学生的手机可以通了 学生也会马上打电话回来报平安 校方辗转得知学生平安 经过祝福岡办事处帮忙 才将这些学生成功接触 好不容易脱昏的同学们 想起凌晨强震 还是心本未定 每一秒都很不安心 因为前天一小时震一次了 对 所以很想跟他们回家 我睡三天的车 为什么 因为房子太不安心 由于饭店经过强症 近两个月内 恐怕都得面临正情营业 校方紧急派老师到福岡跟学生会合 要把同学们带回台湾跟家人团圆 这组合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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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